我的思想该怎么想我就怎么想 我想出来以后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就是自由啊 自由前提是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上 没有独立就没有自由 而这个独立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前提产权明细 那么下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既然我们产权也明细了 对不对 每人都有拥有私有财产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 有自由的意志 那我们怎么相处呢 比方说我们要到郑河岛来 那么我们每个都是大腕 你看今天来的谁不是大腕 谁都比我有钱 我是最没钱的一个 对吧 那来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坐下来开会呢 大家都说我牛逼 我是老大 这会怎么开呢 这社会怎么组织呢 这就牵涉到市场经济的第二个问题 他的第二个问题叫公买公卖 就你如果产权也不明细 又不能公买公卖 那就不是市场经济 那叫七行八市 就像中国古代 比方说我们刘总 他们的联想出了一款新电脑 他要送给皇上 他的得说陈柳传志 孝敬皇上 皇上说 赏 钦此 实际上就是买了一台电脑嘛 他不能说买卖 他不公买公卖 也不能讲价钱 你说刘总好意思 想给咱皇上讲价钱吗 他敢吗 对吧 不敢 那么公买公卖要靠什么来 来确定的合同 所以市场经济必然导致 企约精神 没有企约精神的经济 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那么甲方和乙方 一旦签订了企约 那么企约面前 都是平等的 那刘总不因为你比我有钱 就欺负我 对吧 当然我买一台电脑 可以讲价钱 打折扣啊什么的 谈好了以后 我们签到合同 我们公买公卖 那好 这就产生的第一个平等 叫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OK 那么市场经济中的人 就会想到 既然我们在经济生活当中 是可以用契约来规范 我们企业和企业 法人和法人 自然人和自然人 自然人和企业之关系的 那么我们作为自然人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契约 来规定我们的相处之道呢 他们说可以 我们不是不在一对一的签契约 我们全体公民来共同签订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规定着我们社会行为 哪些是可以做的 哪些是不可以做的 一旦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 应该受到怎样的处分 这样一份全体公民共同签订的契约 它就叫法律 法律是全民公约 也是社会契约 是全体社会人 全体公民共同签订的一个契约 一个合同 签完了以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实现了第二个平等 而我们签订这个法律 出于什么东西呢 出于每个公民的自由意志 就是我是自愿签的 这个法律 这个签订法律的过程叫立法 叫立法 谁来立呢 全体公民来立 当然在大国 它要实行代议制 请议员们来代表人民来立这个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它必须出自于我们的自由意志 正因为法律的制定 是出自于公民的自由意志 因此一旦犯了法 就要受到惩罚 而犯法以后坐牢 判刑 在西方世界 被视为对犯罪者的尊重 而不是惩罚 因为我们自由地签订了一个契约 规定了 盗窃是犯法的 要坐牢 你是同意的 然后你自由地选择了盗窃 所以为了尊重你的自由选择 请你坐牢 跟东方世界完全不一样 这才真的叫法治 法律面前人平的 然后大家发现又发现 这个契约签订以后 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法律解决得了的 比方说科学 自然科学的问题 谁对谁错 学术界有争议 谁对谁错 这个不能上法庭的 如果哪一个国家 判处判处某学术论文观点错误 那就划到天下大吉了 那么你谁 那么谁说了算呢 要 这需要签第三个契约 这第三个契约是人类跟自然界签的 我们共同约定 一加一就是等于二 我们共同约定 在一个平面上 两点之间距离最近的是直线 这是一种约定 这种 所有人都认同 不需要证明的约定 叫公理 由公理推出来的叫定理 由公理推出定理 定理推出其他结论的过程叫推理 最后推出那个结论叫假说 这个假说一旦被证实 叫真理 这个假说一旦被证实成为真理 也就是成为全民的共识 也就是所有人都在这个契约上签字以后 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这就实现了第三个平等 你看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道德问题 因为科学管不了道德 法律也管不了道德 道德问题谁来管 需要签第四个合同 第四份契约 这份契约在西方世界 是跟上帝签的 他的约定的内容是 我们人类在我本人在生前做好事不做坏事 上帝同意 OK 你死了以后上天堂 这是一个期货 一笔期货的交易 那么这个契约 是人与上帝签的 在西方世界 他们签了两次 第一次签的叫新约 第二次签的 第一次签的叫旧约 第二次签的叫新约 那么签好这个协议以后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我们来追溯 这四个平等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这四个平等 全部来自市场经济 全部来自市场经济 因此法治中国 一定会要建立在 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没有完善 完全完整 健全的 健康的市场经济 就不可能实现 法治中国的中国梦 反过来 没有法治的保障 市场经济 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 所以法治中国 三中全会提出的 法治中国和市场经济 将互为英国 像两个球一样的 这样旋转 那么这样旋转的结果 将是什么 我讲的最后 我还有点时间 我讲的最后一点 就是当这样 法治中国和市场经济 这样相互 旋转以后 会怎么样 会彻底改变 中国人的国民性 因为 从此以后 我们的人际关系 将逐步的 由血缘关系 泛血缘关系 变成契约关系 这是传统与现代的 分水岭 传统社会的 人与人的关系 是什么 血缘关系 家国一体 军是父 臣是子 地方官是父母官 军队是子弟兵 单位和单位是兄弟单位 兄弟省份 兄弟部队 都是兄弟 血缘关系和泛血缘关系 组成社会的结果 是这个社会 绝不可能是法治社会 它只能是理智社会 大家都是兄弟嘛 都是家人嘛 你讲什么法呢 对不对 是吧 借钱都不打借条嘛 咱俩谁跟谁啊 打什么借条啊 但是一旦 真正完成了 从小农经济到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 彻底转变 我们中国只要一旦完成了 这个转变 整个的文化和文明 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们的关系 将逐步的走向 契约关系 实际上咱们的8590后 已经表现出这个趋势了 我今天跟诸位讲 其实诸位还不要光想着你的企业 你们都是企业家 你们还是父母亲呢 不明白这一点 将来将无法和 诸位将无法和自己的子女相处 我们8590后 再往后00后 他们将是跟我们非常不同的中国人 他们的自主意识 自我意识 法治观念 契约精神 都会比我们强 这就是走向现代的一个特征 实际上你去看 比方说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在传统社会 是人身依附关系 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 任我骑来任我打 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 打老婆不犯法 怕老婆是可笑的 那大佬爷们怎么能怕老婆呢 对吧 但是在西方 在市场经济的国家 婚姻关系就是契约关系 我们去看看 我就讲完这一点 我们看看这个西方人 或者西式婚礼 还有现在年轻人 喜欢举行的那种新式婚礼 他首先一定要有一个绳子人员 来组织 哪怕是假毛伪劣的 穿个假的牧师的衣服 他也得那么糟 然后来举行这个婚礼 婚礼开始以后 这个主持人会问 Mai Joji 你爱Mai人吗 你愿意不管是 年轻还是衰老 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还是生病 你都和他终身 厮守白头偕老吗 而Joji说愿意 然后还得问你确定 我确定 然后再问新娘Mai人 你愿意什么 怎么怎么 怎么不知道吗 还得说 那个新娘得说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说 你们可以 问完新郎 说你可以戴上戒指了 问完新娘说 你可以戴上戒指了 然后最后要问一句 在座诸位有意义吗 有个人站起来说 有意义 他有老婆 那这婚礼搞不成了 是吧 没有意义 主持人就宣布说 现在你们可以接吻 那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仪式呢 这是一个 合同签订仪式 因为任何一个 合法有效的合同 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 该合同必须合法 对吧 我不跟 我不能跟东华私下里 签一个协议 我说东华 你看你人脉挺广的 黑社会你肯定认识 我特别恨那个谁谁 我给你点钱 你把那谁给我做掉 然后我们签一个协议 我说预付十万 甚至事后呢 再付十万 然后事后我不付了 他把我告法院去了 这不可以的 对吧 因为你本身是无效合同 第一个要合法 第二个必须代表 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愿望 如果不代表双方 当事人的真实愿望 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 好 OK 那么这个婚礼的主持 是怎么样的 主持人问有意义吗 实际上就是问合法吗 如果有人站起来说 新郎 其实是有老婆的 他就不合法 对吧 那么第二点 他为什么要问 你交集 你挨埋人吗 你确定吗 这叫做看是否 是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他说我确定 然后说 那你把戒指戴上 什么意思 在合同上签字 你代表你真实意愿吗 签字 带戒指 好 签完字以后 那又合法 又代表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了 对不对 OK没问题了 这个说 说你们可以接吻了 什么意思 交换合同文本 那也就是说 将来一个法治的社会 是什么样的呢 他将用契约的方式 约定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 当我们的一切关系 都是靠契约来约定 当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靠法律来规范 但当我们的所有的经营 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 并确切地得到法律的保障的时候 那么领导人是谁 就不重要了 我们就不必在餐桌上 在议论下一届的七个人是谁是谁了 这样的中国 就叫做法治中国 而法治中国的前提 而法治中国的前提 是市场经济 要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让我们伟大的中国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唯一的出路 就是搞好市场经济 只有市场经济 能够救中国 不过怎么样做市场经济 兄弟我一无所知 所以刚才的